作词 – 李文 throw 作曲 – 李宗盛 看着你的时候 总会有一丝错觉 明明是想讨厌 却不那么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次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圈被你占据 被你带死的 那吗 胡谦语 如果对手是你的话 我绝对不会输到 要并这样 好啊 没问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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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冲动的男性荷尔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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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记忆哲鲤哥 谁会赢呢 他们两个谁跟你还赢呢 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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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哲哲 哲哲 好 突然 丢 这才是实力 你没事吧 怎么样 打得不错 你这不成功吗 真可惜 回到了 什么事啊 这不走 你哪儿了 天宇 天宇 老马 老马 去 没事吧 我没事 可能最近比教练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不要因为我 破坏了那么美好的假期 干嘛这样说 那我先出去了 既然胡总醒了 那我先出去了 林美玲 你觉得作为一个 总裁第二助理 这个时候还有资格 去享受阳光沙滩 冲浪美男吗 有王托柱你在 我需要干什么吗 当然有 力气活 林美玲 我现在以总裁 第一助理的身份 安排你这个第二助理 留下来照顾胡总 也太黑暗了吧 你才知道 这就是职场 原来你在装睡啊 原来你在装睡啊 看样子你没什么事 那我先出去了 这么快就要放弃赌业吗 不是说让我动心 才可以永远留下来的吗 就帮我拿杯水吧 你放心 我会留下来照顾你 至于赌约 我也会撑到最后 看着你认识我 最好是 最好是 加油 加油 我这么优秀 你们怎么不选我呢 什么 这东西搞不懂你 这几盘子菜 没看出来 你做菜还真有一手 这肉串儿鸡腿还没烤熟呢 就觉得特别好吃啊 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也在餐厅打过工 所以特地跟师傅学了几手 怎么会 那我们这次的烧烤 怎么是有了国际水准 辛苦你们了 我也来帮忙吧 李总 李总 这种粗活我们来干就行 好好好 坐着坐着啊 没事真没事 总不能让我袖手旁观吧 好吧好吧 李总你想吃什么 我特意为你做了 带有感激之情的烧烤 是吗 来 各位 哈喽 各位社官美女看一下这边啊 来来来拍个照啊 一二三 不错 咱们的照片要进入恒盛的档案室了 等等等等 记得用软件给我们P一下 好的好的 没问题没问题 档案室 谢了啊 对啊 档案室是恒盛最崇高最神秘的地方 没想到我们的照片还能在档案室里 留下浓重的一笔 是不是很开心啊 出去玩的照片也可以进入恒盛最崇高最神秘的地方 对啊 恒盛的档案室 除了存放一些创立公司以来 最重要的资料以外 而且还会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也会存放在里面 我说的话 这句属实 现在恒盛的档案室里应该还留有 当年事发现场的影像资料备份 如果你这么自信的话 那应该不会害怕 去找这些资料验证一下 那我们可以进去查资料吗 那我们可以进去查资料吗 都说了是最崇高最神秘的地方 公司怎么能让一般员工 随随背面进行出场 就是 除了董事会 咱们公司能进去的 就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咱们首席主席胡总 另外一个 是胡总的新副特助王树韦 那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是我啊 不会吧 威廉 你难道不知道恒盛有个档案室 是 我出国之前 也不关心恒盛的事情 我父亲生前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些事 这样 难道 我要把牧尘 作为自己开始调查的第一个目标 我看好了 我看好了 好 这个测谎仪是恒盛优化的新产品 谁要是说谎 测谎仪就会想 我就负责往坑里倒沙子 大家别怪我不留情啊 这就是我们海滩版真心画大冒险 好了 第一个问题 说出你们心目中的女神或者男神是谁 这么简单 我来吧 我的女神是奥奈利赫本 等一下 我心目中的女神是雷希尔卡森 不不不 女神是乔西亚爱心目 女神是汉拿伦克 快别装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测谎仪得厉害了吧 说 你们心目中的女神是谁 胡总 你是第一个 我喜欢的女孩 是一个善良 也需要被保护的人 真心画过关 穆陈 我呀 那个女孩 哪儿呢 有什么 啊 infos 我心目中的女神 她的个性坚强又直接 虽然经常会被她的坦荡刺痛 但却让你忍不住好气而靠近她 真心画过关 沐辰 我呀 安安 我的女神 是对生活非常热情 而且 遇到任何困难 都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她 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真心话过关 这说的我都是同一个 林维玲 这次轮到你了吧 我可不会因为你是我的学妹 就要心慈手褥呢 我的男神 是一个内心温暖的人 就这么简单 当然了 如果说起温暖的人 我们这儿好像就一个人吧 真心话过关 杨阳 说啊 不用你们 我自己说 我心目中的男神 是潇洒不羁 但最重是家庭的哥哥姚君墨 我心中的男神 是永远体贴温柔的李沐晨 我心目中的男神 是勇于承担一切的胡千语 就是没有我是吧 我还没说完 我心中的男神 是冥冥满肚子坏水 却装无辜的王淑伟 真心话过关 来 今天大家都玩得尽兴啊 喂 喂 王淑伟 喂 喂 喂 你去哪儿 王淑伟 你回来啊 回来 你走了 你怎么在这儿 原来你对我的设计 还不是很了解 等一下 刚为什么不让我带你回来 是因为你害怕 他们知道你住在我的公寓 难道你不害怕吗 林连长他们来做客 我也不会介意 我不想让事情变得很复杂 夜已经很深了 我要休息了 请你离开 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是不是回答完这个问题 是不是回答完这个问题 你就会离开了 刚才在海边 你心中的那个男神 怎么听起来 有点像李牧尘 你想多了 那你对李牧尘 真实的想法又是什么 这已经是你问的 第二个问题了 不过我会告诉你 我觉得 她是一个好人 好人 是你对她固于面子 说她是个好人 还是你真的觉得她 是一个好人 回答我 好人 胡总 加上刚才赠送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已经超出数目 走的时候记得锁门哦 谢谢 她是一个好人 你拒 妳拒 妳拒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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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家子 我 妈 欢迎回到恒盛 为了恒盛 我们一起努力 超级组组的手机销量 持续涨高 所以公司接下来 我们工作中心 会基于超级组组 技术研发出的 数字家庭计划 这给我们恒盛 带来了非常大的 除了工作外 你觉得没有其他事情 跟我交代了吗 让他进来 董事长 您找我 你不但没有开除他 还升他的职 公司的员工犯了错误 你没有惩罚 还有鼓励 这就是你管公司的方法吗 妈 我 在公司请你叫我 董事长 董事长 现在面对反对派 也在等着看我们争产大战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 就是表现出像一家人一样 即使你是假象 能够自欺欺人的才叫做奖项 除非你是要自我麻痹 在这个时候 你说我们其乐能如一家人 你再自欺欺人吧 你再自欺欺人 是 董事长 我也希望将黄浩然事件的影响 降到最低 毕竟 这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希望尽自己的能力 让恒胜免受伤害 也希望欺欺您能放心 可以看到我的真心 这种要求 您的真心 我已经听过很多遍 我也告诉过你 如果你是真的有孝心的话 要么你就安分守己地留在胡家 不要过问公司的任何事情 要么你就回到你的美国 安心地过你自由自在的生活 可是你两样都不选择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你留下来一定是有阴谋的 没有 心意 我只是 只是什么 我留下来 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调查清楚 心意 我爸自杀那天 你是不是也在现场 刘霖 你在胡说什么 是谁 在你面前风言风语的 心意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爸自杀那天 你到底在不在现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现在所有人 都在说你彼此夺产啊 我再问你一遍 是谁 在你耳边煽风点火 心意 我求求你 求求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资格问 就算你误说 我也会知道 到底是谁 我现在 一个字都不想再多说 并且我要奉劝你那句话 好奇心 是会害死人的 心意 你听我说 你现在给我出去 心意 心意 你听我说 心意 心 果然你回来是另有目的 令威力 我劝你好自为之 不要轻举王头 不然我也保不了你 一件对我至关重要的事情 但只有我一个人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一定要弄明白 为什么从我回来以后 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身边爱我的人 一个个都抛弃了我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古总 董事婚恋群反对派对数字家庭计划很有意见 知道了 倩宇 你没事吧 没事 不知道这一次 他们又有什么主意 所以我觉得我的计划是可行的 我们虽然在行业中呢 是领导地位 但是啊 现在市场竞争激烈 我们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 对 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我跟你说 建伟说得非常有道理啊 你不要再说了 这个计划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对 可是这个计划 根本就不行 不会通过的 根本就不成熟嘛 霍玉继续 该会说到哪儿 我们正在讨论 今年的深圳电子展会 我们准备公开发布 恒盛的数字家庭计划 董事长 这可是春季第一次重要的夜展会 决定着公司全年的产品形象 像数字家庭计划这样不成熟的项目 没必要拿去砸恒盛的招牌 就是嘛 说得对 有这个必要吗 邱总 我说得很重要 关于数字家庭计划 研发部已经试验过了 就像你说的一样 深圳电子展会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抢先发布 好引起国家的关注 真不愧是个律师啊 又说得头头是道的 你说这个什么时候 咱们的企业经营也靠耍嘴皮子了 是 本来就是嘛 那也比一老卖老论姿排配得强 你说谁一老卖老 年轻人 太不懂规矩了吧 就是 怎么说话的你 邱总 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那我可以安排一个展示厅 搭建一个模拟设备 供大家审查 想必到时候 诸位董事 就可以了解这个项目的真正 意义 这什么意思啊这 什么意思啊 看你还能嚣张多些 现在这眼睛啊 太过分了 真是换着花样知道问题 邱志欣 一直对我们胡家有承接 已经违反了原则 为了反对而反对 但是我想 只要我们的模式设备展示成功 他也无话可说 所以郡默 沐晨 交给你们了 好的 好 没问题 胡总 您的咖啡 李总 您的茶 谢谢 姚总裁办公室的咖啡 今天终于入口了 千语 你还真是找了一个好助理啊 这么纯香的味道 看来以后 我要多来这边 喝你煮的咖啡 姚总 您过奖了 这只是普通速溶咖啡 如果您喜欢的话 我也可以让后勤部的同事 给您送一盒 好 胡总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其实这个地方 书维 去搞备一些文件回来 谢谢 哦 好的 然后这儿呢 如果再加上新的办案 书维 资料多不多 要不要帮忙啊 谢了 当然是不能让其他人 随便进入的 既然你想帮忙 就把那些资料整理一下吧 加油啊 其实这两个方案 他们之间啊 还是有很多共同意 看来最后 还是要通过林沐晨 才能进入档案室 沐晨 对不起 好过啊 你认识一下会好一些 胡总 你说呢 听说你厨艺非凡 终于有一个机会 让你表现了 那么胡总啊 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 只要能点得出名字 他都能做得出来的 就算你点不出名字 也不在话下 对了 维玲 你也忙了这么久了 肯定很辛苦吧 走吧 跟我们一起吃宵夜去 我就不去了 工作可以回来做 但是累到了 就会影响工作的进度 我不去宵夜 是因为我要减肥 你要减肥 对啊 最近有些胖了 算了 女生含减肥 就跟呼吸一样 这是你的文性 维玲 如果你稍微打完一下 你就可以说 自己是大美人了 可是我觉得身体健康 还是更重要啊 营养得跟得上啊 而且这段时间 我觉得你都瘦了 沐缠 这个你就不懂了 女人一般胖的地方 男人都看不到 所以你放心哦 姚君沫 开个玩笑 是 真是谢谢你承担 这么困难的工作 来 干活吧 干活 老板 驾驾 好 大功告成 吃饭喽 千语 厨艺果然不错 看来别人夸你 也不全因为你是老板 这么棒的厨艺 一定练了很多年啊 其实没有 我第一次 帮人家做饭的时候 看到对方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自己也觉得很幸福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就养成了 喜欢做饭的习惯 那我想第一次做饭 应该是为了董事长吧 董事长看到自己的亲儿子 端上来的饭菜 应该会很开心吧 怎么可能啊 一个十几岁的大男孩 第一次做饭是为了妈妈 应该是为了自己的出 出什么 出恋哪 谁 我还真忘了 国内外的不同了 不过我记得 我每次在母亲节的时候 都会给妈妈做一份 丰盛的爱心早餐的 对 我说的是真的 不过我真是不知道 胡总 你有这么青涩的一面 成年在国外 我好像错过了很多精彩的事情 对了 芊瑜 说吧 你的初恋的故事 不要一点落寞呀 男女初恋 白头偕老 就好像说 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着 圣诞老公公一样 都是人们不忍心戳破的谎言 初恋是用来怀念的 五年都过去了 别再纠结了 讲一讲你的初恋故事 对呀 说来听听吧 就让我说说 我的初恋吧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被人堵在厕所里面 暴打一顿吧 你不要乱说啊 看来还真说对了 真被打了一顿 往事就别提了 牧尘 说说你的初恋吧 我的初恋啊 其实说起来很甜蜜 对方是个华人女孩 就住在我们家的隔壁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之后 算是很和平的分手吧 跟电影电视剧一样 好无聊啊 你别老说别人 你呢 我倒是很好奇 什么样的女生 才能让你情都初开啊 恋情太多了 我都不记得哪段是初恋了 在感情的世界里 太潇洒不一定是件好事的 谁又知道呢 在我的世界里 爱情从来不单纯 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来 干杯 n 你怎么知道 是你怎么回事 把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帮你去 Etang 您好 请问您是薇薇安林女士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英文名啊 真的是林女士啊 我是您一直资助的幼儿园的老师 我在资料上见过您的照片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到你了 真是太巧了 你好 真的是非常感谢林女士 这么多年一直在资助我们 您太客气了 那都是我在美国打工的结余 没有多少钱的 林女士 你想不想见一见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今天周末我和其他老师 带小朋友们一起来有机农场体验生活 邱老师 你看谁来了 谁为外林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和林阿姨一起玩好不好 好啊 好 小朋友们 这位就是林阿姨 威玲 牧尘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不 因为林真是个大好人 我也是受到她的恩惠 才能做到今天这样 我们整个幼儿园都是因为她的捐款 才能走到今天 现在越办越好 她自助过很多人 好了 去玩吧 再见 阿姨 拜拜 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是怎么赞助的 你平时工资不高 还做慈善 要不要我帮你涨工资 老师不都跟你说了吗 而且这些都是小事情 我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可是真不知道 你比我想象中的 还有一颗更不爱的心 我哪让你说得那么伟大 而且 与句说是我在做慈善 不如说是他们在治愈我 每次我看到老师们 发来孩子的照片 我都觉得特别满足 那种满足感会让我觉得 原来我也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 并不是别人痛苦的根 所以 应该是孩子们的笑容治愈了我 让我找到了自己 不好意思啊 跟你竟说些乱七八糟的 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我都会放在心上的 牟臣 所以大善之事 就是既帮助了别人 又挽救了自己 大善之人 也从来不宜做善事自居 你要是再这么谦虚的话 让我们这些一般人怎么办啊 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啊 那你就更应该像普通人一样 坦然接受自己的缺点 更当之无愧地 接受别人的赞许啊 流言蜚语 我也而有所闻 知道你从回国到现在 一定承担了很多的 委屈和压力 所以 你更应该卸下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心 更自由 更放松啊 谢谢你 牧尘 好了 你要真谢我的话 就把这片杂草 全都拔光吧 没问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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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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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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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英国长大的吗 怎么中文说得这么好 还出口成正 而且 而且还有点古板对不对 其实我们家 虽然很早就移民了嘛 可是 基本上都在英国的郊区 那边有一个大农场 生活特别地安静 我爸平时研究中文 我妈研修苏绣 所以 我算是一个传统家庭长大的孩子 就是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啊 是终于闻混杂 我开车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就好 真的不用吗 好 那我陪你等车吧 谢谢 对了 送你件礼物 你还记不记得 你上次送我的海浪声 凑巧而已 那 我有回敬你一件礼物 这个呢 是我们上次 一起去海边 我录下来的海浪声 我希望 你每次听到这个海浪声 都能够想起那一天 你玩得开心时候的样子 刚才 content time 快点 快点 台湪声 权好 转谢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还有我 所以愿意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未改变 是我临终坚决 原谅 原谅不是错写 原谅是为纪念 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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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豪 也许我自想 原谅 原谅所有不解 沉默 也不是陌生 我只想原谅 原谅你的无解 多想像从前 原谅 未改变 是我还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不是错写 爱的一种成仙 是张无悔划过的昨天 原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